北京时间8月6日晚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跳水项目 女子担任十米台决赛中 中国选手全红禅 以425.60分夺得金牌未免成功 这是她在本届奥运会收获的第二金 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陈玉希 以420.70分获得银牌 同牌选手是朝鲜的金美来 本场女子担任十米台决赛 有12名选手入围 陈玉希倒数第二个出场 全红禅最后一个出场 此前 全红禅和陈玉希 已经拿到了一枚跳水双人十米台的金牌 第一轮 陈玉希选择107B的动作 她发挥出色得到82.50分 在已出场的选手中暂时排名第一 最后一位出场的全红禅 同样选择107B 以更完美的发挥得到满分90分 超越陈玉希暂时排名第一 第一轮过后 中国选手占据前两名 全红禅第一 陈玉希第二 第二轮 陈玉希选择407C的动作 她发挥不错 但入睡处理略有瑕疵 得到78.40分 全红禅也选择407C 在这一跳中 她起跳很好 斑腾动作完成度高 入睡处理也不错 得到84.80分 两跳过后 全红禅以174.80分 继续排名第一 陈玉希160.90 暂时排名第二 全红禅领先第三名 朝鲜选手金美来 26.300分 第三轮进入自选动作环节 陈玉希选择626C的动作 她完成得很好 拿到了89.10的高分 全红禅选择6243D的动作 完成得也很好 但入睡处理稍微有些瑕疵 拿下了76.80分 三跳过后 全红禅以251.60分排名第一 领先第二名的陈玉希 1.600分 在第三轮 陈玉希缩小了 与全红禅之间的差距 第四轮 陈玉希选择207C的动作 凭借完美的一跳 陈玉希拿到了89.10的高分 全红禅同样选择207C 拿到了92.40分的超高分 第四轮过后 全红禅以344分排名第一 陈玉希以339.10分排名第二 落后全红禅4.90分 第五轮 陈玉希选择5253B的动作 她再次完成精彩的一跳 得到81.60分 总分达到420.70分 升至第一位 最后出场的全红禅 同样选择5253B的动作 她以完美的一跳 得到81.60分 总分为425.60分 超越陈玉希拿到金牌 未免成功 这么红禅